还要关注国际消息 俄罗斯上周末举行入侵乌克兰后首次地方选举 初步开票结果显示 亲克林姆林宫的候选人大获全胜 也引发选举舞弊的质疑 而这个初步开票结果显示 每位现任州长票数都遥遥领先 而执政党候选人在莫斯科施议会就拿下了三分之二的席次 俄罗斯非政府选举监督组织 记录到有多达1700起违规的通报 俄罗斯中央选委会却说只有93起 还有当地的媒体报道 部分选票上执政的亲克林姆林宫政党的勾选框 有事先印上去的印记 另外有部分选民表示进不去投票站 因为莫名被列为已经在线上投过票 就被质疑可能有资料被篡改的嫌疑 掌握全球情绪国际新闻 全新选择 YT频道TVBS国际Plus破大视野 欢迎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并开启小铃铛